流感高峰期即将来临新北市卫生局决定扩大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对象 即日起只要是30岁以上涉及新北市的民众就可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直到疫苗又完为止 30至49岁市民为家庭主要照顾者且为流感并发重症次高风险族群 去年流感暨新北市流感并发重症个案共有118位 30岁以上就有110位高到93%以上 而且有九成市的个案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呼吁30岁以上的新北市民尽快到卫生所或合约医疗院所公费接种 避免流感轻型风险 为了提升整个群体免疫的效益 然后考量30到49岁主要是家庭的照顾者 那在家中其实是最容易接触到长者以及幼儿 那如果这个族群感染流感其实是很容易传给家中的其他 长者以及幼儿等流感这种并发重症高危险族群 所以新北市从12月1号起就是扩大30岁以上的市民 涉及新北市的市民可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自10月1日开打至今 目前新北市50岁以上市民流感疫苗使用率已经达到8成5 上于不到8万剂 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好方式 而且今年流感疫苗与目前流行的病毒株完全吻合 预防效果更为显著 目前针对于现有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对象 6000余剂那目前开放就是开放扩大对象 那等疫苗打完就结束了 所以呼吁如果符合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对象 能够尽早施打 卫生局提醒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对象者 尽快信贷身份证以及健保卡到卫生所及市立医院或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平时也需养成勤洗手及可受戴口罩等卫生习惯 接下来分享视频长报道